这是我的麦的声音 嗯 我的那个耳机 哈啰 哈啰 又来到星期四理财怎么办啦 哇我一直就在想说 要找到会讲中文的 CFP就是真的是专业的理财规划是已经很少 那现在呢 要找一个女性来跟我们聊一些女人爱谈的话题 就关于买买买的这个 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不容易 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Lily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是 那现在正在收看Facebook live的你呢 赶紧将我们的这个影片 这个直播的视频给share出去 是要自己的Facebook page 还是Facebook account都可以的 那我们现在也同时在FM106 还有FM92.5呢 正在做直播 所以一定不要错过我们下午2点钟这个 理财怎么办 现在倒数一分钟半 我们就进live了 然后呃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 因为我们在CATCHER那边已经有写经 我们要聊什么话题了 就关于端舍林这样子的一个消费官 那有什么问题想要问Lily的话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哈哈哈哈 好好好 Lily是第一次跟我们合作 对对第一次 是是是 有点小紧张 Oh my god 还真的是第一次做live 嗯 所以是第二次啦 但是Lily其实也是很开访问人的 没有啦 这种皮毛跟你相比 你真的是 不能不能做比较了 OK 真的是 嗯 我们要ready吗 好 stition 时间 一直在赶赶赶 刚才就是一点钟 然后到现在 吃 吃了吗 早上喝了一杯东西 到现在 还有吃两个包子 所以还好 能忍 可以 不怪的生产那么的好 哈哈哈 因为钱都花来买东西 真的吗 因为省了一点吃 好啦 我就当作你是我的客户就好了 哈哈哈 今天就帮你医治一下 打一下麦 真的 来治疗我一下子 我真的是无妖可侦 就是每一次 双十一要来的 哈哈哈 我真的要讲这东西 摩拳擦掌 哈哈哈哈 好 所以你已经有称话 就是讲说 11月11号年 然后我花钱了 但是刚好那一天呢 我就 呃 中去来讲是11月9号 我就被邀请到去杭州 去处席他们清点 所以我在想说 欸到时会影响到我现在打哪 哈哈哈 可能当时要忙 然后同一时间手机也要在 你话比较多是在服装上吧 应该 还是 就女生通 还有买一些怪怪的东西 自己回家研究 就 乖人不能理解的 哦 哈哈哈 呃 何为怪怪的东西呢 嘿 share 可能男性比较不能理解 为什么女人要买这么多精油 然后一直慢慢跳来跳去 嗯 这个东西 对 一旦你买了第一个 你就会有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因为你会研究下去 发现哇这个功效是怎样的 对 就变成一种 有点上映 对啊 是啊 是会的 而且你要追求高品质的时候 对 对 那时候花的钱是很索备的 对 对 15秒时间我们进入live 正在收听的朋友 赶紧咧 将这个basebook live chat出去哦 我们常说断舍离这个算是日本人的一个极简主义 而且他们将他给发挥的真的是淋漓尽致的 而且现在呢就可以发现到说很多的发达国家 甚至那些从前以消费至上的美国呢 都开始摒弃了一直买买买这样子的消费观念 他们都开始走起极简主义了 那今天在我们的理财怎么办的这个单元呢 我们就要跟你聊关于这个断舍离的消费观 那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就是有女星的理财规划师莉莉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你好 嗨大家好 是那今天呢我们如果有任何的那些问题想要询问莉莉的话呢 可以将信息先传送到我们cdplusfm的yomobile热线0182106106 0182106106 先给你听一首歌曲 正义农的大象体操 ok 好我们先三分钟 我们还要再等多一下子 竞技一端 其实你有没有想说今天你想要在我身上得到些什么 我觉得就是balance out我一下子了真的 因为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会认为说 你购物在网上消费是一个很舒压的活动 就下班之后玩的啊 我可以了解一下之前好像听说蔡依林 他每天晚上就会想说他很爱网购网购到眼睛酸了 他才放下手机 觉得是时候衰了 对 就现在类似这样子的情况 而且就是 你可以从买的那个过程当中 一直找到那种愉悦感满足感 但这样子的情况呢是必须要 要去 怎么说好好审视一下子 因为现在家里囤积了很多 就变成是一种负担了 是买来可能那一刻是很开心 但是之后就觉得是一种累赘 变成是一种都市人的通病啦 坦白说 是是 所以你不是第一个没关系 我之前也是 我之前也是 但是现在怎么就是摇身一边变成一个 提倡简单理财 简单生活的 这个我们等下 节目一开始 我想要跟莉莉请教一下 其实完全就是从我自己 就是自己的故事 自己所发生的一些经历 所以才会 开始有这个简单生活 简单理财的方法 希望说 就是分享给更多的人 去 开始用另外一种角度去看理财 这个 这个 这件事情 嗯 好 不再是说 你要算很多啊 你要很多姿势啊 他们觉得说 这个都是跟数字有关的 他们一听到理财 就是 我是不是要开始要自己算啊 数学又不好啊 觉得说做不到 其实很多时候是从思维 对 从我们的每天的消费习惯下手去改变 是的 习惯 这两个字 习惯 完全就是习惯害了我们 哈哈哈 所以我们要调整那个生活模式 OK 让自己重新来过 好 嗯 我看你其中一集的影片是做关于什么 呃 其实可以买一些比较百搭款的衣服 对 就不需要你每个款式都要买 对 有时候就是可能简单的配色啊什么 我就可以穿得很好看 对对对对 就白色黑色 当然你还是有一些彩色的衣服 可以放在你的衣橱里面 OK 让它亮起来 我觉得还是需要有这些颜色啦 就不用去到这么的极简 嗯 所以我就讲说 你不需要极简 但你简单就好 OK 对而且就是 如果你讲说 你要maintain你的衣橱就是 不要每次都有爆满的那个情况 对不对 你一定要让你自己就是 有一 set 一个 rules 给你的衣橱 十秒 hello 你好 我是Yoga 感谢你锁定Cityplus 让你每次收听都有收获 今天在我们节目上楼 我们要跟你来聊 关于断舍离这一件事情 那我们邀请到的有一名理财规划师Lily你好 好 你好 各位大家好 是 那Lily本身呢 是非常提倡简单理财 简单生活的 但是有一些人就觉得说 我简单不了 哈哈哈 我就是以消费为乐 这样子 其实真正简单的这个 含义它的精髓是在于什么 最主要简单就是 你要懂你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 不要说不知不觉的 就进入了跟社会同一个 就是生活模式 你要自己跳出来一下 你会觉得说好像 掉入一个大染缸这样子 怎么都爬出来 坦白说是的 是的 因为我之前也是这样 就是我也是打工一组 我在一家英国的国际公司工作 然后进入了里面 你就真的是不知不觉的 你就是跟着同事啊 就是一起走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peer pleasure 可能一开始你对于苹果手机是无感的 那顺便人都跟你说哇出了新款式的这个iPhone 你就一定要买 你就会受到这样子一方面的压力 就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 对对对 所以环境其实 的确是很大的影响 但是今天莉莉也是想要给大家一个好消息 就是你有能力去做出改变 绝对有能力 就看你要不要而已 如果说我们要将这个断舍离的一个消费行为 将消费官给贯彻到底 是不是就代表说我们要过着极简的生活 OK我要坦白说就是我还不是极简主义者 但是我的生活就是已经算是很简单了 所谓的极简很多人就是想到说室内设计就是要白色或黑色 或者是灰色 但是其实不需要的 其实最基本 为什么会开始有这个风潮断舍离也好 或者极简主义生活都好 都是希望说大家把这个不知不觉 那个不字给删除掉 让自己知觉起来 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 到最后你想要得到什么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希望说到最后 是有钱有快乐有健康有时间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应该要往这四方面去看 而不只是说单单要有钱而已 所以这个简单生活 其实就是真的给自己有知觉 然后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某一样东西 是 其实你刚刚提到的这个重点很重要 简单生活它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 而不是说我们看到宿舍的东西就是走极简主义 可能我们受到uniqlo还是无印良品的影响 或者online social media很多他们po出来的那些照片 你就会想到说好像遥不可及 好像这个生活我也很难去达到这样 那Lily有做过一支影片的就是有关于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花大钱去买衣服让自己穿得更加好看呢 其实你个人是有一些tips可以分享的 就是平时如果说有限的预算去买到一些比较百搭的日常款的服饰 也可以穿得非常好看 对对对所以你是要问我是不是有贴司吗 怎样去买衣服 那我真的是很鼓励大家一定要买稍微有品质一点的衣服 那我也很鼓励大家就是不要上网买衣服 为什么因为你上网你不能试 对虽然说寄了过来你不适合的话你可以退还回去 可是你那边已经浪费一堆的时间了就没有必要 所以最好的还是我自己本身我真的是没有上网买衣服的 因为我很喜欢就是到那个商店去摸他们的这个布料 就是我又很懒哦所以我不喜欢烫 所以我就会找这些就是比较柔软的这些布料 就是洗了过后就凉干过后呢我也不需要烫的 对对对然后就是你要买到比较简单的衣服就容易搭配咯 这样子刚刚你说到你不会在网上买衣服但是现在 应该会被封杀吧那种直播买卖啊Facebook一打开来到处都是 就是之前上几个礼拜吧一个朋友跟我说 第一次在直播那边买了衣服结果买回来真的是穿得很好看又很舒服又很便宜 OK那就是他有可能我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他有做功课还是怎样 还是我觉得说我不是要抹擦就是上网买东西这一回事情 只是已经有很多的报道已经出来了 只要你上网买衣服的话你会越买越多 他会变成一种上瘾的潜移梦化式的 所以以前的人上瘾是吸烟然后喝酒对不对 可是现在我们现代人上瘾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是衣食住行通通的如果我们都追求最好的追求名牌啊那些 其实会就是间接的让到你的开销变得真的好大 当然回到那个原点讲一讲就是理财方面 其实我真的不阻止大家花钱钱赚来就是奶花的嘛对不对 还有就是不要一直在囤积就是钱而已 但是如果你的你的这个消费导致到你陷入在债务的状态 或者导致到你一致有焦虑的话那就有点不太对了 就是钱花到不够用然后月中的时候就开始在担心要借钱拿 对对对那是因为你看不到你的钱 所以你需要用budget或者跟记账两个一起进行 来给你自己看到其实我可以每个月就是挪一个两百零几 所以就是stand by 在那边就给我乱花就是在衣服上 你要你要狂在上网都可以但是就不要超过这两百零几 那我觉得说到购物啊消费的习惯了不管是男男女女都好的 我们都很难抵挡到外面的诱惑可能别人在你面前游说一番 哎你就被洗脑了就想说哎我也想拥有这个东西 所以莉莉你身为过来人因为你说你以前在职场当中也是经常会面对到 好像我同事跟你说这个好啊那个好啊 然后你就觉得说哎如果你不跟着买的话就会好像比较输人了 离开案发现场 但是不参与的话又好像显得很不合群 也不一定啦以前我也会有这种心态 我就是觉得说要合群对不对 但是如果真正是就跟你很好的同事或者是好朋友都好 他们不会介意的 OK 而是你自己如何看待你自己而已 很多时候压力是自己找来的 对对对对所以为什么简单生活就是叫你你要有知觉的问自己 哎我买这些东西是为了合群吗 嗯哼 如果答案是的话 那为什么我要我要做这件事情呢 这个我觉得很好的检讨了 你是不是只是为了讨好别人 对 而花了这些钱 对对对就一定要不断的问自己问题啦 就同事之间就揪你讲说哎去喝酒啊 我们不只是讲购物啊 就是吃喝玩乐上都是会有的 嗯哼 那我用一点时间shareshare 就我知道我自己的财务状况有问题 健康有问题的时候 我真的是给我自己有一个排毒使器 我就跟我的啊 我的旧同事他们都很爱旅行 我就跟他们讲说哎 我也没有跟他们讲我到底干嘛 可是我就跟他们讲说 暂时这几个月我都不能跟你们出去 嗯OK 因为我想要找回自己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忙碌的都市上 我们都迷失自己了 嗯 嗯所以三个月而已嘛 就给你自己有一些排毒的时期 你再看看这三个月 如果你觉得莉莉讲的是废话的话 OK Go ahead回去你旧的生活都OK的 但是我可以跟你就分享了 其实有很多人过这个简单生活 都有很好的这个feedback给我 是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说 好像城市人生活压力大 每天接收的训绩 训绩时代是太多了 所以偶尔呢要给自己来一场 我们说mind detox 沉淀下来 或者是我们忘了就是爱自己 其实爱自己就是跟自己沟通 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但是很多人在买东西的时候都会说 诶我买买买 其实都是为了自己好啊 这东西都会给我个人带来好处的 身心灵的成长 但是这个好像往往听起来就只是借口 等你买了后你就知道那个现实生活是什么了 OK 那回来呢我们再继续跟Lily在我们今天的理财怎么办呢 聊关于现在呢我们看到新崛起的一股那种二手买卖的文化 好像很多的那些二手买卖的平台开始崛起了 比如像是carousel啊等等 还有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周末会有半起那些二手市集的 那你是不是应该也要在家里看看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割舍掉的 也开始参与起这一股二手文化的 OK 会讲太多吗 蛤? 会讲太多吗?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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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电台一般都是这样的作业 有什么 这样是刚刚好的9分钟刚刚 好 8分钟多久 我尽量就讲终点 是是是 我同事看到我前两个月一直很疯狂的在卖掉我的一手二手的裙子啊 那些衣物啊 然后还有包括一些不合身的 因为我买来很多真的是 买来那一刻发现那时候穿不上 要不然就太宽松 这个等下你要分享出去耶 可以吗? 我之前在节目上有被其他同事讲过 是讲说 就是身为理财怎么办的女主持人 可是开销花费是最无节制的 哈哈哈 然后 可是有在做改变对不对 有些清空了蛮多 那清空了之后呢 我现在又感觉到说 我的内心很空虚 哦 就是你会看到好像一归突然间 怎么说少了 不习惯哦 很多东西的话 会觉得 到底是不是自己的生活 形态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不知道 那个transition的过程 我觉得还蛮 还蛮痛苦 哈哈哈 是啦 但是现在我改不了的就是 我很喜欢囤很多的那种植物的纯露 什么东西 就是 比如讲说 柠檬纯露 它们就拿柠檬去 拿去蒸馏 然后摧取它的精华液 哦 搞不好 然后去口服那些纯露啊 哦 就囤积很多 囤积很多 不同的 哦 就是大马士格玫瑰 薰衣草的 柠檬的 需要花钱的吗 就 哦 要啊 要啊 就很喜欢囤积这样的 就养生吧 然后我就自己看着我的collection 我就哇 哇 so proud 哈哈哈 就好像我 我会买那种玻璃品 就收集那种食材的话 嗯哼 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啦 还是那一句咯 假设说你已经有至少 三个月的经济储备金 啊 没有bad debts 没有债务了 对 每个月你可以存20% 进攻你的这个财务自由户口的话 全部你都可以做 诶这个我们给在下一段 做一个总结的时候提到 会会 只要有那一个基础 有那个基本盘 对 对对 像我之前我就是 我跟你一样就是 纠结的那个部分 对不对 可是到最后 呃 你真的是 你现在过着不一样的生活 你以后你才能过不一样的生活 if you live like no one else later you can live like no one else 这个是在美国一个很著名的 呃 理财士 Dave Ramsey所说的 你现在 你现在就是 对 你就是活的跟人不一样 嗯哼 嗯 不要跟着社会的脚步走 呵呵呵 要知觉哦 电场直播是毒药 毒药来的 很多人就会 是不是 看着干 看着看着就 一不小心 入坑 对对对 我们就入坑 对对对对 然后推坑的时候就 烦死了 现在商家都跟你玩心理战术啊 嗯 所以也不难怪 这些是外来因素 所以看回我们自己 我们可以做一些东西的 比如讲说你就是 要找多 呃 要寻找一些好的习惯 来 来填补这个坏习惯 OK 对 当你觉得 网购已经是你的 爱好的时候 你就要转移你的中心 对 去开发工作 其他你本身可能 对 还没有意识到 你喜欢的 其实就是选择而已啊 你选择 智慧型的 还是 笨笨型的 我要讲重一点点 因为我之前也是很笨 我就是在选择上我做错的事情了 每个人 我们都是成年人 都有思维 都有那个思维 之前Lily你是做什么的 还在corporate上班的时候 Purchaser OK 我是拿衣服回来 然后卖给你们 Purchaser 在Tesco Tesco Tesco OK OK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 讨论你们的行为了 该要进什么货 什么货才会讨你们喜欢 所以我就记得了 做了几年那个时候 差不多五年了 那个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学习很多 但也花了很多 很年轻 很年轻 等下我们一开始先要囤破 尤其是现在 淘宝很厉害啦 因为他们想要再创新高峰 所以他们现在在一个月之前呢 就已经很大力度的在狂打 狂推 什么的 所以现在的优惑是 无所不在 无孔不入 对啊 我之前是对酒上了 嗯 所以要借酒也是可以找我 好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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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啊 哇 我觉得我们 可以 合作的可能性 哈哈哈哈 是 无限的 好 哈哈 这话题是个有闭事的人 很好聊 这个话题 来 15秒 嗯 好 嗯 现代人的消费能力真的还挺强的哦 很多时候是为了减压又或是减便宜而疯狂的在购物 甚至有一些人呢因为个人的兴趣爱好关系呢就特别喜欢收集跟囤很多的一些同样的物品 其实这样子来看呢其实就只是要满足自己一时的欲望 等到自己清醒的时候呢就发现到说 哎为什么我产生了这么多的垃圾浪费 所以其实我们凡是看到有促销就下手 这样子做法是在帮你省钱呢还是变相的害你花更多钱 嗯 看你买什么物品啦但通常都是花更多的钱 如果你在你出门之前你已经知道你自己要什么 然后你去到那个商场你去买的话那个就是需要 但去到那个商场也好上网突然间就是看到一些 哎这个东西好香我想要 哦那个就真的是想要了我认为说 哎我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相信有很多的 应该有一部分的听众也会跟我有一样的情况 就是我们每一次踏进去商场那一刻 我们已经很明确知道说今天我是要来买什么东西的 但最后离开的时候呢买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反而带了一大堆的累赘回家 对对对 可以怎样子解决对吗还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要写下一个清单啊 那个清单就是你要买什么你去到那一边 然后就算真的是给你看到一些想要 我觉得你就不需要当场就下手 我觉得还是要在那一刻的时候 一就是问自己真的是需要吗 如果是不是马上就需要的话 那就回家想多几天哦 通常几天后呢 一就是你还是很想要哦 那你就看回你自己的budget 然后你到目前为止你的你的钱 有花超过你的budget嘛 那如果你还有buffer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去买来奖赏一下自己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那就不要买了 我觉得冷静期应该要至少两三天 如果三天之后呢 如果你是心里还变念着那个东西的话 就可能就可以入手 或是别人帮你买单的话就更好 我也是人啊 哈啰我也是女生啊 我也是跟我老公有时候出去商场 就是我跟他讲说 喂这条群好漂亮 我们即将要有一个晚宴了 对不对 然后我就这样 我老公就是support我 我问他意见后他就讲说 欸这条群好像你 你之前好像有买过类似的 就不要买了 所以你可能你身边真的有需要另外一半 或者是一些朋友或家人 就是提醒你 欸行行 就提醒你不要马上就去做这个决定咯 就delay一下 ok 其实还有更省钱的方式呢 就是当可能像你刚刚说到的 去attend dinner的时候 需要到那些晚宴服的话呢 租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对对租借 当然我觉得还是要培养这个习惯就是 买一些衣服是 你看了他十次 十次你都很爱他的 那就算有下一次的晚宴也好 什么dinner都好 你还是可以就是说 我要再穿他 因为他给到我很舒服的这个感觉 ok 还有给我自信 是 那我个人 我觉得如果有时候我去遇到商场 去买衣服的时候 我看到一些自己特别喜欢的 但是又知道说 那个不许进 不能经常穿 只能就是那一两次 因为就是大家看了之后 就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而且拍照一次之后 你之后又再重复的穿的话 可能就比较不好意思尴尬了嘛 所以我就觉得说还是要果断的买下来 那你不需要的时候呢 就放上二手平台去送给其他的那些朋友 有需要的人 对不对 那还是要回到那个点啊 就是不要买太多 要不然的话也是每一次打开那个衣橱 就是有爆炸的那个情况 真的晚宴的衣服 其实我们真的不用穿多少次的 你会觉得真的是一种浪费 虽然还是有二手的平台可以上去 当然那个平台是好的 但是还是要理性一点 就是问自己 嗯真的我需要吗 嗯 就是要看你自己的需要还是需求 对 这一些你还是要很清楚的细分出来 那你本身是有在使用那些 二手买卖的平台吗 不可 没有喔 但是如果你不需要东西 你都会怎么样处置它 我就捐出去啊 我就不会再卖啊 因为我东西真的是不多了 该清的都清了 哈哈哈 但是我们要在可能家里进行大扫出的时候 要怎么样确保说什么是该取舍的 什么是应该保留 因为日本断舍离的作者三下英子呢 他说过其实活着就是不断的选择 那断舍离呢就是在锻炼一个人的选择力 那其实要达到断舍离的第一步 就是你要明确你的目标嘛 你要怎么样确保说整个家里那么大 什么东西是你不需要的 我觉得啊我们可能就跟理财那一边有一些关系喔 我觉得大家不需要看到那个范围太大 就啊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财务上重新来过的话 我觉得是先从这个生活开始重新来过 那所以啊我在网上我所教的就是第一步简单生活 就是你的钱包 钱包代表着我们的这个财库 那很多时候我看到很多的人这个钱包里面都放有的美的东西 就很杂乱的那些单据 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不尊重你自己的钱的话 钱怎么会尊重你呢 我很担心喔 所以你等一下走出去如果看到我的办公桌会怎样 哈哈哈 对办公桌是第三步 那第二就是男生就是背包咯 然后女生的话就是手提包对不对 那这些你都要就是清干净 就问自己如果我今天我只能带十件物品出门的话 是会拿十件物品 主要目的是我不希望 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也是很累赘的出门 就是大包小包包包里还有小包包小包包里还有在小包包 小包包里面有五到十支口红 对对对这都是我们的不知不觉中 我们一直在放一直在放 所以你要set一个就是一个规则给自己 就是我出门的时候我只能带十件物品 会是哪十件 尝试一个礼拜 你就知道那个好处在哪里 你会get used to it的 你会习惯的明明就是习惯的问题嘛 对不对 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办公桌 那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报导有显示出就是 如果我们身边的东西太多的话 其实会降低我们的这个专注力 专注力重要吗Yoga 当然非常重要 很重要 我之前看过的如果你的办公桌是很乱的话呢 你平均会浪费不懂多少的时间 永远在找东西 对呀对呀这些 所以其实简单生活不只是说帮你就是在省钱 还帮你省时间理清你的思维 那如果我相信假如说你的专注力强 你有办法发挥你的这个创造力的话 然后你有办法就提升你的这个工作效率的话 我跟你讲你的收入一定会倍增的 这就是希望啊 所以大家的这个桌面上其实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一架电脑一架电话 电话也最好是放在抽屉里面 因为那个是distraction 那其余的都尽量把它清干净我告诉你 啊不然的话你的工作效率会越来越差 天啊我开始害怕了那家里的部分 我刚才已经在外面看到了 其实我不是叫你们只是整理而已 其实大家要把那个重点放在离开 就是丢也好捐也好 就是转眼之就是要离开你 因为很多东西你会发现的真的是不需要 当你真正打开你的眼睛 用心去感受的话 然后来到第四就是你的房间 所以我们是从小小的开始 钱包手提包然后到你的这个办公桌办公桌到你的房间 房间是哪来充电的地方 可是现在的人也是很喜欢囤积物品 导致到你晚上你看到你进到房间 你都没有那个疗愈的那个感觉 你睡觉你也其实坦白说这个健康也是会受影响的 其实房间最好还是保有那个空间感 对对对对 房间是拿来什么 休息 对不对不是拿来给我们囤积物品的 不是拿来放行李包啊 或者是爆炸的衣柜啊 或者是那种过期的护肤品啊 Oh my god 这些拜托大家 我今天我要 开玩笑 但是有一些人他们看到 就是琳琅满目的这些护肤品啊 衣服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 他们会有莫大的满足感 没有了之后 我有试过 我卖掉我清掉一部分之后呢 我觉得真的是内心很空虚 怎么办 真的吗 内心很空虚啊 因为你不习惯 OK 我就觉得说 这个是不是我变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真正的理由 症状 症状 嗯那再买咯 这个根本就是毒药我觉得 对 所以我再看回 呃 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在讲理财嘛 嗯 那假设说你的财务的基本功有做好 譬如犯说 最少有三个月的紧急储备金 OK 但是啊 我们也有个数据出来 就是马来西亚人 大概有70%的马来西亚人 连一千块在银行里面又拿不出来 嗯那我不知道到底外面有几位 是没有紧急储备金的 那假设说你紧急至少 至少三个月的紧急储备金有了 嗯 债务也没了 除了房贷 我所谓的债务也没了 就是你的卡债啊 个人贷款啊 PTTN啊 还有一些车贷 这些都没了 加上你每一个月 你可以存20%的收入 你可以花 那个就是一个最舒适的状态 但如果没有达到这样子的标准的话 最好还是更加小心你的花钱 对对对对对对 你就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了 是那回来呢 我们再来继续跟Lily来聊天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更理性的消费呢 尤其是哪些方面的开销 是绝对省不得的 给你送上这首流亡的印尼甘蔗人 OK 你有觉得我们越聊越热 哈哈 有想说 我开始觉得好疯哦 天啊 这个可以 我常常向你调一调 因为我开始在流汗 我讲到很热情了 我们都太热情 天啊 我觉得刚才好像 有一刻我觉得我头皮是在流汗的 是常常会这样 还是今天 呃 他有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会慢走 哈哈 我以为我弄到你的热情常态 真的 我们现在还有第三部分 已经在前进两首歌曲哦 我们有超时吗 然后我要看一下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时间维持得很好的 希望有自己的那个粉丝在提 肯定会有 因为其实 是呃 其实你开始在线上有在经营 这个 呃 Life Planner是多久的事情 呃 两年 半前 OK 两年半了 大概有两年半了 嗯 嗯 就拍摄那些都是自己 一手包办 自己set up 然后在自己剪接 对 没有团队 没有 但是我看你就是 也有在开班一些课程 对吗 嗯 但是收费也不高 不高 现在我就是专注在一对一的教学 OK 就是80零级而已 OK 嗯 主要是教你们如何通过 One to one的coaching是多长 One to one 一个小时 OK 然后一个月里面就是无限通电的 嗯 嗯 最主要第一次见面都是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对方的这个财务状况 OK 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之间 今天早上我才见一个 那接下来就是 最主要最主要就是帮你找钱回来 到底钱去了哪里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找回来 所以我会教你们如何用APP 来做你的budget记账 OK 嗯 好 就不需要说特地去请到 什么样的财务专家 来帮你看一下什么的 我觉得暂时不需要 自己都可以模拟 对对对对对对 谢谢 因为我很多时候我发现到有很多人 我问你 我问他们就是你一个月的消费是多少 他们都讲说大概 可能 就很不明确的 所以在你还没有花钱去找这个理财师之前 先找出你的净值 资产有多少 债务有多少 所以我就讲说我要把你的数字找回来 OK 然后还有就是你每个月的消费是在哪里 Category 到时候你有了这些数据后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有就是花一些钱去找 专业理财师的话 OK 就打着这些数据去找他们 他们我跟你讲是四倍功半 四半功倍 四半功倍 嗯 哈哈哈哈 两位是小 哈哈哈哈 就是一点点的努力就可以达到 对对对对 很大的努力 而且而且其实理财就是讲纪律嘛 那我常常就是提醒我的学员讲说 可能你看不起的一些小动作 其实那个就是最大的一个效果 比如讲说每一个早上 你有折棉被的这个习惯吗 没有我觉得说晚上回去还是 哈哈 还是要躺 其实国外有一个海军喔 将军 他就讲他有一本书就讲说 make your bed 就是你每一个早上 他就跟他的团队说 如果你早上你连折棉被都做不好的话 那你做不了大事 蛤 真的 我告诉你 啪一下 你是被打脸 我也是被打脸之前 真的我 我就讲说真的 每一个早上我就提醒我自己 假如我连棉被我也折不好的话 这样我真的是不用做理财师了 我凭什么来跟大家讲话呢 对不对 所以我就从自身开始 全部人都可以从自身开始 所以从折棉被重做记账 嗯 这些每一天需要做的小事情 来培养自己的几率 OK 你会发现一个月后 你会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 而且我觉得就是睡眠啊 要有规律 对 这个也很重要 早起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不需要重重 早睡 早睡早起 哈哈哈 不要跟我讲早睡 2点晚上睡觉 6点就起来 那个就很不健康了 对我来说 OK 我是从坦白说 我觉得说现在的人 也是一直在忙于赚钱而已 忘了自己的健康了 OK 嗯 我觉得现在国外有一句 有一个词是很一直在提倡的 就是 sustainability 就是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也好 企业也好 那个维持性可以有多久 嗯 嗯 我们现在还年轻 就可能爸爸妈妈就会念我们这样 哎不要这样一万岁是不是 就把它丢去那个垃圾桶 那其实是真的有原因的 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了 哈哈哈 就叫你早睡真的是有原因 而且也不 因为你早睡 你就是美容觉嘛 嗯 你就花少了很多钱去 洗脸 哦对 是是是 我们说 我们用最贵的护肤品熬最晚的夜 哎 这一句好 哈哈哈 这一句很好 除了眼霜要开始看电话 我一直觉得很热 练了月日 是是是 这个我也改编不了什么 没问题 我们这个要反应一下 是一个很好的 嗯 效果 就是聊得越来越热了 真的 哈哈哈 我现在很想要脱掉我这件歪套 其实 因为真的 开始有一点点 哈哈哈 骨折骨折 骨折 骨折骨折 骨折是哪里边 啊我是老物彭衡州的人 但是我在KL这边生活 就18岁到现在 不要讲太多 所以来这边念书 啊对 念书对 对我念书的时候是读服装设计的 对 所以真的相差很远 对不对 服装设计 但是后来你做的那个purchaser也是 跟 那个是有关的啦 还是需要那方面 对服装 还是服装部门 OK 可是在服装部门的 就是服务了大概两年多 我就发现到自己对理财 也是有一股不知道为什么 憧憬之类的 OK 但是就是 可是也没有说很会理财 还是进入了金融行业 可是还是看不到钱 那我就知道一定是有问题了 所以我就想说生活开始 生活出现问题了 嗯 财务就会有问题 就是你这些问题都是一个人去 承担 去面对吗 啊也不是 讲真的 我真的很感谢就是上帝就是给我遇到了一位百万朋友 他身价百万 那时候他才40岁而已 嗯 那他是没有债务了 呃 他是做生意的 他就跟我讲 他知道我的情况 嗯 那他就讲说 呃 他就教了我一套方法 OK 那我就发现到 诶 怎么跟我在学理财的资讯完全不一样 那我常常也是 呃 在说 这个道理很好 所以如果你要瘦下来的话 你应该不是去找那种天生瘦子 对不对 或者是还在比较有肉一点的人 问他们 诶我要瘦下来 该要如何瘦下来 你不会对不对 你都是会去找那些曾经有肥过 然后成功瘦下来的人 嗯 问他们如何瘦下来 所以如果我们要有钱有快乐有健康 有时间 我们也要去找这些人 而这些人其实真的是存在的 其实国外有很多的这个数据报导 就是讲说百万富翁他们的 为什么他们会变成百万富翁 他们的习惯在哪里 他平时的生活小小的细节 对对对 我们就是应该要跟这些人学 或者是上网 其实网上也是有很多成功人士在分享啊 当然要筛选啦 嗯 所以我很庆幸我有一个mentor啦 ok 就神明出现了这个归人 对他把我的眼睛打开 就讲说理财 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么的复杂 习惯很多东西 但就是只差可能 那个贵人出现 然后他那一句话 让你打开 完全真的是 对 想通的开车 对对对对 也因为他的原因 所以我也就开始在在 呃学习 就是 study 啦 ok 到底 million air 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大家都可以去买这本书 就是the million air next door OK 所以他是訪問了七百多位的百萬富翁 那如果是你今天就真的是鐵定了心 你要實現斷舍裡的那個目標 但是你又不是一個人生活 又有伴侶啊 又或是已經有家庭的話了 那你應該要怎麼樣 將這樣子的精神給貫徹到底 甚至去影響正面的影響身邊的那些人 莉莉你有什麼樣的一些建物 切記就是自己開始 你自己先開始這個斷舍裡 過這個簡單生活 慢慢慢慢的你會有那個影響力的 你不要嘗試去改變你身邊的任何一個人 沒有用的 反而會弄巧反作 你越是展現出你想要去改變別人的動機 別人就越很難被改變 因為他可能都看不到你的改變啊 我就一直在罵 你這個丟這個丟 其實我自己身邊就是我的丈夫 其實我蠻有成就感的 就是我有影響到他 我沒有嘗試就是想說你一定要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他就是我們 我先自己開始過後 有時候就是聽一些tact talk 講到極見主義 講到就是declutter就是斷舍裡 那他也在聽 所以大家可以其實潛移默化式的幫個別的洗腦 就是通過這些電台啊 聽city plus啊 看我的頻道啊 去影響身邊的人 不要用太多自己的力氣 是 我們最好的影響方式就是 怎麼說 有意無意的 讓大家可以共同的一起去成長 那剛剛我們私下 就跟莉莉聊到差點忘了時間 就是你認為說每個人都必須要有那種富人的思維 可以去學習看他們生活有哪一些小習慣 對 我再重複那句好不好 就是如果你想要瘦下來的話 你不會去找天生瘦子 你不會去找那些現在還是有肉的人 就是問他我該要如何瘦下來 沒有攻擊性喔 這個東西我只是做一個比喻 那所以如果你要瘦下來 你應該是找那些曾經有肥過 然後成功瘦下來的人 就問他們你如何做到這一點 對不對 那所以如果我們也想要財務自由 我們想要有錢 有健康 有快樂的話 我覺得大家也是可以去找這一群人的 可能你身邊沒有這些朋友 但是我跟你講你可以去通過讀書 買一些書籍 不要買衣服了 把那個預算拿來買一本書 叫做The Million N Next Door 林家的百萬富翁 那他們這個作者其實他是訪問了700位的這個百萬富翁 就是探討為什麼他們會變得有錢 那最主要他們除了講說節儉 這跟我們大家都懂對不對 那還有就是他們的教育 教育的那個程度也不是很高 所以而且他們是第一代 他們不是因為上一代給他們錢 所以他們有錢了 不是他們都是白手起家 所以我想給大家一個好消息就是 你我都可以變成百萬富翁 只要你願意做出改變的話 對 那專家其實也經常會說好像 你要怎麼樣去 怎麼說改掉一些不好的習慣 比如像是減少你不必要的開支 然後減少自身的那個慾望 但是真正要做到修身養性 我們可不可以就是說好像我們一天起來應該要先幹嘛 大概我們說一下一篇簡單的流程 好其實我覺得理財可以生活化 那可能大家可以先從這個 每一天早上在你還沒有 就是你一起來後 你就看你是刷牙後還是刷牙前 都可以你自己去調整 就是一定要把棉被給摺好 那國外有一個海軍就是將軍 他就講到他有一本書就講說 那個主題 那他就講說如果我們連那個 摺棉被這麼小的事情都做不好的話 你成了什麼大事 就我們很常就是把重點就是放在外面 可是就因為重點放在外面 而忘了內在 內在就是自己的家 你看你是想像你早上你摺好了棉被 你晚上你回去 我告訴你你很療癒的 你會覺得整個房間好有正能量 生活突然間好像變得好有質感 對對對 然後再來 因為摺棉被其實就是一種機率 如果你每一天都能做到的話 那很多事情你就會發現到 原來這麼小的事情我也能做到 那大事我就能做到啦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每一天 每一天喔 就是當你花錢後 你就馬上把你的電話拿出來 download什麼app都可以 但是我是建議大家可以 download這個expense manager 我已經用了四年了 那把這個app拿出來 不是看Facebook不是reply whatsapp 就是把你所花的錢記錄在你的app裡面 嗯 就這樣 每一天 那如果就是上班的時候呢 就剛到辦公室的那一刻 剛到辦公室就是整理你的桌子 那乾淨也是可以啦 以前我有一個舊同事喔 他每一個早上或者是每次下班之前 他都會罵他的桌子 我想說欸這個女人有問題是不是 他是個媽媽 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完全就是了解他的心態 就是他講說叫你做工才有效率啊 ok 我之前還試過開一個同事的玩笑 就他平時很愛將他的桌子打掃的乾乾淨淨的 然後我就問他說你是不是準備隨時隨地要離開 哈哈哈哈 隨時走人很方便 好壞喔好壞喔好壞 那接下來你就知道那個其他的地方哪裡可以有機率了 是我們不祈求說好像我們不奢求說會有一個顛覆性的一個生活習性的改變 但是呢今天莉莉教會我們的就是要怎麼樣在生活上的一些小細節呢 做出一些小小的改變就能讓你的人生出現不一樣的一個體會了 那我們今天也非常感謝莉莉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那我們也非常期待接下來的一個合作 畢竟是我們理財總辦訪問到的第一位這麼知性的馬來西亞的CIP 感謝感謝你 感謝感謝 來 好了 啊 等一下我有講到重點了 有有有有 其實我剛才一直 還在LIFE嗎 我一直會有怎麼說脫稿一點點 然後你也臨場反應好強好強 哈哈哈哈 是不是是不是 那我們今天的LIFE SHOW到此結束囉 一定要繼續收聽我們City Plus FM 謝謝 因為等下節目三點鐘我跟志偉也會在這裡on air到四點鐘喔 謝謝謝謝 我要去問一下 嗯 追問一下 按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